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然姐的频道 最近我一直在看东方甄选与董雨辉的这个新闻 看新闻什么方法最好的 当然就是看我们伟大的半佛老师 半佛老师给了东方甄选一个非常有趣的建议 他说现在已经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 十万祸及万劫不复 东方甄选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小孙带领一众主播与董雨辉促膝常谈 诚恳地说 哎呀我就是嫉妒你啊 你说我怎么才能不嫉妒你呢 当初咱们都这么努力 想要成为优秀的主播 怎么就你什么呢 你做的我都做了 凭什么我就不行呢 我给大家打个样啊 就是那种 我真的嫉妒你啊雨辉 真的我真的嫉妒你 我嫉妒得要发疯了雨辉 当年为什么关系好 是因为你没什么值得我嫉妒的东西啊 甚至我起点比你高 那大家关系好呀 后来大家一起出来打拼 你很努力 是我也很努力 真的我很努力 我很努力了 我病也搭上了 我也要拼命 为什么你就是混得比我强 为什么 我想不通呀雨辉 付出的一切我都做到了 我也付出了 但为什么你是超级大明星 大家都爱你 大家都爱你啊雨辉 我知道这是运气 我知道这是随机的 但我过不去 是嫉妒导致了这一切风波 我承认我嫉妒 半佛老师给了这么一个有趣的建议 那由这个嫉妒的话题呢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该如何识别嫉妒的情绪 与之共处 首先什么是嫉妒呢 小的时候呢 我妈很早就跟我说了这么一个定义 她说如果别人嫉妒你 那说明你只比别人好一点点 如果你真的比别人好特别多 别人只有羡慕你的份 其实挺有道理的哈 比如我们不太会去嫉妒林青霞的美貌 因为她比我们这些凡人实在美太多了 但是呢 我们可能会去嫉妒隔壁般的斑花 因为在我们看来 她也就比普通人好看那么一点 凭什么被捧捧牵牵呢 我们不会去嫉妒爱因斯坦 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因为她那个脑子 我们把她被子也长不出来 但是我们可能会去嫉妒那个 和我们一起长大 幼儿园和我们考一样的50分 结果后来成绩一直比我们好的小伙伴 她能考的好 凭什么我不能了 嫉妒的背后就是那句 凭什么她行 我不行 虽然半佛老师给到东方真选的这个方案 感觉上有点搞笑 有点作作 但其实嫉妒并不是一个搞笑的话题 还挺沉重的 面对这样的一个人人都有可能有的情绪 我们究竟该怎么办 不知道刚才大家在视频的开头有没有发现 我做一个非常热爱给解决方案的人 开头说的是 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嫉妒 并且与之共处 哎 嫉妒不像很多负面的情绪 我认为它其实是没有一个很完美的解决方案的 你很难杀死它 消除它 我们也许能做的 只有找方法和它共存 这其中 天然姐用过的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内部著名的日剧 头皮可耻 但是有用 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困扰 比如说嫉妒自己身边亲近的人 自己的闺蜜自己的同事自己同行 这个时候只需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可以大大的降低自己嫉妒的情绪 那就是不看它 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但其实超级有用 我自己心色有效 比如说他发朋友圈 你就屏蔽 他只要不炫耀到你的面前 任何他做的事情 他最近买的包买的鞋 你都不去看 你转头看别人不就完事了吗 我们能够控制的是自己的注意力 一旦我们的注意力 不放在使我们嫉妒的人和事物上 其实我们的心情会平静下来 我们不再被嫉妒这个恶魔所挟持 冷静了之后 我们要做的是接受一种东西 那就是命运 说命运有点大了 其实就是运气 有些事情 比如说董雨辉的爆火 它肯定是有运气成分存在 不管你是嫉妒也好 努力也罢 大概率都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 获得他这样的运气 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改变 你不如他的这个事实 接受他现在运气好 接受每个人 每个时期运气的不同 将会让我们更加平常心的 去看待这样的七喜福福 自己短时间的 单方面的极不如人 如果说社会和学校有什么不同 那就是它的复杂性 不是所有的结果 都能追根溯源到一个绝对的理由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 我从我的人生教练那里 学来的是 我允许 我允许任何事情的发生 我允许事情是如此的开始 如此的发展 如此的结局 因为我知道 所有的事情都是因缘合合而来 一切的发生都是必然 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种可能 伤害的只有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别人如他所示 我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 如此的评判我 如此的对待我 因为我知道 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在他那里 他是对的 若我觉得他应该是另外一种样子 伤害的只有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有了这样的念头 我允许每一个念头的出现 任它存在 任它消失 因为我知道 念头本身本无意义 与我无关 它该来会来 该走会走 若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念头 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生起了这样的情绪 我允许每一种情绪的发生 任其发展 任其穿过 因为我知道 情绪只是身体上的绝兽 本无好坏 越是抗拒 越是强烈 若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绪 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允许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允许我就是这样的表现 我表现如何 就任我表现如何 因为我知道 外在是什么样子 只是自我的积淀而已 真正的我 智慧具足 若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伤害的只是自己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允许 我知道 我是为了生命在当下的体验而来 在每一个当下时刻 我唯一要做的就是 全然的允许 全然的经历 全然的享受 看 只是看 我允许一切如其所示 一键三连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